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地子品山》有提到 小圣的观法缘起 内无真主 唯空意 虽能观空 而以空未能都明 故不究竟 大圣再有不有 再空不空 礼无不及 所以究竟空意也 空并非什么都没有的断灭空 虚无空 而是作为本体的佛性的特征之所在 因为言语道断 要断除一切执着 只有直觉式的般若智慧 才能达到对这种空性的认识 正是因为空 所以才能不至于执着 经验世界中的一切事物 包括妄想 杂念 才能照见一切 深造大师对后世的巨大影响 从明末四大高深 对深造的高度评价就可以 可见一般 在云七 朱虹 别号廉池 就是廉池大师 因为深造的文风 以及对老庄玄学在名像上的借敬 所以一些后世学者 对深造思想的理解有所偏薄 为此 廉池大师专门为深造做了辩护 廉池大师为深造的物不迁论 做辩护的文稿 主要有《竹窗随笔》中的物不迁论博 以及《竹窗三笔》中的造论二篇 在物不迁论博中 廉池大师首先列举了 有真意之所在 即有人认为 万事万物不变 有备于尝试 应当说 万事万物的本性 空性不变 而不是说万事万物的位子不变 对于这种争议 廉池大师说 为博者 故非全无理据而妄谈 博其博者 亦非故意金而养骨 该所有所见也 我金平心而折中之 反对深造说法的人 并非没有论证上的文字根据 为父深造的一方 也不是刻意要灌骨见经 所以 廉池大师想折中二者 以显示 深造的本意 廉池大师认为 物不迁论的写作 那有感于常人执着于 现象事物的流动变迁 就着常人的思维模式 来展开论述 该作论的本意 因世人以习物不至今 遮习常网 名为物迁 故及其言而反之 若曰 耳之所谓迁者 正我所谓不迁也 此名旧路还家 以贼公贼 为不转而亦难成北 直不改而便吃成金 巧心妙手 无碍之便也 故此论非正论物不迁也 因习物经物二句而作耳 若无因自作 必通篇以信空立论 如三论矣 换言之 由于深造撰写 这篇路文的动机是因 因应世俗的错误见解 有感而发 所以不直接谈论信空的本质 而是透过迂回的论证过程 既用世人的常识观点 做反向的思考 从而得出物不迁的结论 介于说服及引导他们 换言之 针对当时学界的错误观点 深造是旧其错误而剖析 然后再引出般若星空的思想 即旧路还家 以贼公贼 毕竟当时的时代背景是 未尽玄学兴盛之时 当时佛教界很多人也深受 未尽玄学的影响 既然知道了深造写作的目的 我们应该从更深层的角度来思考 物不迁论的子趣 所以连池大师认为 要掌握这篇论文的本质 必须配合不真空论 般若无知论 虐盘无明论 及中本意诸篇 如果断章取义 不联系深造所写其他的论文 也不读开篇的中本意 根本不理解波罗星空的主旨 当然就无法理解深造的本意了 在连池大师看来 深造对缘起星空 只指有渗透的领悟 只有通过深造的整体思想 来理解物不迁论 才算是真正读懂这篇论文 才能真正读懂深造的苦心指趣 如果只是拘泥于 字词文句的考据 那么就是言不敬意了 连池大师相信 深造的论说目的就是要 呈显缘起星空之指 只是在物不迁论中 没有直接的表述出来 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 明者自明 根本用不着浪费笔墨 去证明深造的文字 措辞上的表达缺失了 物不迁论的观点 并没有偏离缘起星空的根本意理 问题不过是文字的表达 不够直接与充分 连池大师 于另外一篇关于兆论的短论 一纸和上一篇是互相贯通的 在文字中指出 后人以空印为代表 之所以误解误不迁论 有不察来意和太直常法的两个原因 空印指的是 明朝华言中的正成法师 智空印 习学性相及华言义理 死于载 著有金刚经正眼 般若经般若照 争论等 所谓不察来意就是 指不明白深造写这篇的对象和目的 深造写这篇论文的对象 并非精通佛法义理的高僧大德 而是对大圣佛法一无所知 深受未尽玄学影响的一般人 其目的是为了引导 这些完全没有般若信空思想的一般人 趋向佛法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深造在字词运用上 多采用俗言 以达到潜移默化的目的 如果不了解深造写作的对象和目的 而脱离背景断章取义式的理解 当然就会曲解深造的本意 曲解原意是因为不了解 此论本是对熟而作 由于波罗信空的义理甚深 常人很难理解 如果对方根本不具备理解的条件 并且对方也根本不了知 物不迁的根本原因 如果贸然为人开示信空的教义 就不是对机之谈 根本没有办法引导他人获得正确的知见 所以必须救路还家 采取对方的错误观点来显示其中的内在矛盾 随后再给予进一步的引导 随后再给予进一步的引导 才能让对方既能明白自身的谬物之所在 能够逝去理解佛法的真谛 连池大师举例 有僧人问唐代大禅师大珠惠海和尚 什么是大虐盘 大珠和尚回答 不照生死业 这是常法 又问什么是生死业 大珠和尚道 求大虐盘是生死业 两者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 恰恰是不知常法 这在常法必答以随望而行 是生死业 经大珠和尚以求大虐盘为生死业 作为答复 这与僧照大师以物不至今为不迁的用意正好相同 所以没有必要加以反驳 可见生造是随着世俗 事物千变的观念 来指点物不迁的道理 非直接开示 缘起信空的常法 如果一定要执意 以所认定的绝对正理 来检验它的论证内容 反而因过度的直取常法 而忽略原本的传述直去 否定论中做方便引导众生的一面 佛法自有绝对的真理 但度众却必须散巧方便 在《华华经》中透显出会三归一的智慧 佛陀分别为生文圣 必知佛圣 菩萨圣开示浅身不同的佛理 最后三圣全都可会归于一佛圣 可加以会通的理由在于适应三圣的教法 只有深浅的差别 而非计较内容的正确或谬误 不了意的教说 本可畅通于了意的教说 但是如果过分执着于某种绝对正理 限定不了意的教说 可在深化的开放性 理解的分歧就会产生 针对于众生八万四千种性 佛法也很难普度众生了 深造的物不迁论也是这样 借常人的观念来表达物不迁的道理 文字上或许因而有不了意之处 但元启信空的主旨却是没有错误的 连池大师认为 只有这样的理解才不会产生 直文害义的错误 直播尊者也是对于深造的赞誉 直播尊者认为 《照论》是一部卓越的著作 内中的意韵正是阐述般若智慧所观照的星空 以及星空自然生发的妙用 直播尊者认为当时反驳物不迁论的人 甚至包括一些替深造辩护的人 都缺乏照见刹那生灭的实证经验 所谓刹那 在大字度论卷十五云 在一谈子那样短暂的时间内就包含有六十个刹那 每个刹那之中已发生无数次心念的生灭 可见生灭千流是极为隐为的现象 唯有进入圣身禅定或了悟无身法忍的境界 才能直接观照现象事物的刹那生灭 所以直播尊者表示 这个刹那生灭的实证的经验 论辩的理由不过是心念的一般推理活动 想要真正了知物的迁或不迁 必须述诸般若甚至的直观 因为刹那间的生灭是生物无身者的限量境界 直播尊者的见解带着极为浓厚的禅宗实证之严谨性 在直播尊者看来 生灭的物不迁论正是这样一部体现了圣者智慧的大作 对其理解也需要同样的般若智慧 如果缺乏这种智慧 只是凭思维去推测自此语言的含义 自然无法理解生灭此论的原意 憨山大师的战欲 憨山大师对这个物不迁论的争议 也做了自己的理解 憨山大师说 因为憨山大师有关物不迁论 转栏有两则 憨山大师就说 憨山大师所担心的错误理解 憨山大师对此非常不理解 所作的经论 如果没有切入十项的般若政见 只是凭借常理推断 那就不免怀疑默默 无法理解经论的真意 在憨山大师看来 在憨山大师看来 物迁是因缘和合的一面 不过 不迁是从诸法实相的真谛 四点来照查 不落空甲 真属不二 符合中道实相观 憨山大师这种极俗显真 凸显诸法实相的解释立场 贯穿了在他注解物不迁论的全文中 憨山大师认为 深造精通大圣经典 深物实相 做物不迁论 以引导人们从物迁的表现 熟地 趋向信空之本体 真谛 为缺乏佛理基本知识的凡熟之人 解说不迁之理 透过字词与句中的曲折推理 让他们了知 极熟而真 憨山大师同子伯尊者一样 强调透过自身修行来体证实相 来体贴圣人的原教 只凭借语言文字上的理解 来推敲圣人言说的本子 是无法达到正确的理解 明末偶遇 自序 偶遇大师 将深造与天台的会师 自于二位大师并列 视他们的著作为中途 传述中最为精存者 媲美古印度的佛教主师 马鸣 龙树 吴卓和士卿 因此特别将之列入的是 大圣中论中可谓推崇自己 纵上手术 深造大师的学说影响深远 实至明清 仍旧有甚多的学人加以研究 对于其中存在会有疑郁之处 尚有多方的争论 深造大师所传的造论 是中国佛教思想家 消化了印度中观学术后的经典之作 是汉传佛教发展中的重要成果 深造的思想 对三论中 禅中 华言中 天台中等中派的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 对中途汉传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般若甚至的修正 般若甚至优为 身影难测 无名无相 无知无见 深造说是以圣人须其心而照其时 终日知而未尝知也 故能莫要韬光 须心悬见 避智 避智 塞冲 而独觉 即通过直观 直觉来把握万事万物的真相 五是避智 即不起分别心 关闭常人的思维成见 六是色冲 即不听不纳不被外物干扰 以上所说的六项 修行 带十节因缘具足 就能莫得极然不动 优为身影的般若甚至了 深造提出的般若无知论 就是以真谛的无相来论证般若的无知 其目的在去掉祸智 即所谓的祸取之智 就是熟知 代之以佛教的般若智慧 关于真智与熟智的区别 深造认为 通常人们所说的智慧是以熟知而得知 真智及圣智是以真谛为观照对象 由于真谛无相 不能以熟知而得知 所以真智与熟智是两种不同的智慧 深造强调 般若甚至自然无知 本无获取之之 而有别于获智 因此不可于知来称呼它 以免混淆了般若与获智 般若与获智的区别就在 般若无知而获智有知 既然般若无知超越了世俗的认识 那么只有去掉获取之之 排除世俗认识的偏差 才能获得般若圣智 然而般若之智慧虽是无知 但与世俗所谓的无知不同 在般若无知论中 深造就自设了疑难 以区别无知与知无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深造与般若无知论主张 世俗的认识把客观存在作为认识的对象 而这个对象不过是虚假的幻象 是不真实的 对他的认识只能是获取之之 获智用来认识分析现象界 便需成立主客观的存在 以及采取逻辑思维推理作用 波罗甚至和通常人的获智 则有本质上的不同 乃是凭借真知直观去把握万物的本质 无知而无所不知 是洞察一切 无所遗漏的最高智慧 深造的般若无知论 显然来自佛教中观学派的思想 行文上则采用了某些学学上的语会 也可以说是对道家的无为思想的 养气和超越 总之 深造大师的般若无知论 通过论述圣智无知而无所不知 主张避智色冲 圣心才能独觉明明 提出圣人与无知之般若 照比无相之真谛 以真谛的无相来论证般若的无知 区分了圣智与获智 要去除获智之之 与获得般若智慧 深造大师以其熟悉的玄学的 抽象语言 与般若无知论达到了极高的思辨水准 以佛教哲学的形式 发展了中国哲学的认识理论 对后世影响深远 物不迁论的碳围 在过去的佛学研究中 往往以事物的生命变迁无常来论证 事物的虚幻与空无 深造大师提出一个新的命题 物不迁 深造大师认为在线像上 事物是变迁的 但若把这现象加以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可发现现象所提供给人的 这一流动变迁的表象是不真实的 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不变不动的 一般人都认为万事万物都经常处于生灭 来去等流动变化中 深造大师却不以为难 他认为一切事物既不流动也不变化 即物不迁 深造大师认为不能离开运动变动而谈静止 运动变化其实是事物 即静本体的表现 动与静是不分离的 相及的一体的 事物是即动即静 即体即用 他认为运动是假象 静止不动是真相 一切事物本身是不动不变的 在深造大师看来 不能在变动之外去追求静止 而应该在变动中去认识静止 必求静于诸动 静不离动 动不离静 动静本来并没有什么区别 深造大师肯定 不迁是宇宙万物的真正本质 强调万物的流动只是假说 物不迁说才是真理 深造大师引用了大量的佛经论证 其物不迁之理 首先引放光波罗经道 法无去来 无动转折 在此 深造大师引用放光波罗经来说明 事物没有生灭 无去无来 也没有运动变化 为其物不迁主张 作著述 他又引 道行波罗经 云 诸法本无所从来 去意无所致 以此说明一切事物 既不从其他的地方来 也不会到其他的地方去 既然万物不来不去 可知物不迁 深造大师引用了许多经典为例 来论证物不迁之主张 对于万物的表象而言 总是流变运动 而执着于表象是错误的 要追求表象背后不迁的本体 才是正确的方向 深造与这个圣人有缘 耶 人命是数 数于川流 是以生文物非常已成道 原觉绝缘离已 集真 苟万动而非化 其寻化已皆道 复寻圣言 唯影难测 若动而尽 逝去而流 可以神会 难以释求 深造以这个圣人有言的告诫 生命短暂意识 河流依旧奔流不息 所以有人以生文的非常情境而悟到 有人从因缘离合的情境而悟到 假如不存在万物的千变万化 人们又怎么能从这些变化中悟到呢 再反过来琢磨圣人之言 便会觉得其中的极其唯妙 幽影之中亦含有无限的深思 其唯妙幽影的情境 就仿佛在动之中 又仿佛在静之中 仿佛逝去 仿佛驻流 这种情境可以自己心领神会 却难以将之描述出来 深造的意思是说 圣人说 人的生命消失得比流水还快 深文重 领悟了万物无常 所以成道 圆觉重 明白了无常理而成真 如果认为万物只是移动 而非无常变化 又怎么能透过领会无常而成道呢 因为有动静一如的道理 才有庄子长山的说法 也才有孔子临川的说法 其实都是感到了时光的流逝 难以留住而发出的开探 难道只要把今天排遣开来 就能回到往昔吗 所以虽然都是观察圣人之心 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见解 意思是说 把船藏在海边的盐货里 把山藏在大折中 自以为非常安全了 但是 夜半之时 墙有力者将山整座运走了 愚昧的人还是不知道 无论是长小或是长大的东西 即使长得很好 仍然有可能把整个搬走 然而 如果将天下就藏在天下里 那就没有什么可藏的 这正是万事万物长存的字里 这是深造大师 他举这个庄子 长三于折的故事 来说明事物就算长得再好 仍然逃流转的变化 但一般人却毫无知觉 举孔子论语的子汉 逝者如师夫 不舍昼夜的语言 来说明逝去的事物难以挽留 皆远悟不迁之理 据此 辱家道家两则典故 以让人对深奥的佛理容易理解 深造大师又举了一个外国的故事为例 有位西域的范智年少出家 直到满头白发才回归故里 过去的邻居见到他归来 惊讶不已 问道 你就是以前那个范智吗 范智回答说 我就是以前那个范智 但并非当时的范智了 邻居听了这种回答都畏之恶然 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其实这不过是一般人不懂得 范智所说的道理罢了 因为归来的范智 还是邻居认识的那个人 但身体外貌和精神思想 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范智了 深造大师的意思是 凡人之所以认为事物在运动 依据就是过去的事物没有来到现今 过去的事物仍留在过去 今天的事物已不是过去的事物了 所以说事物是运动变化的非禁止不变 事物是禁止的 也是依据过去的事物没有来到现今 过去的事物仍留在过去 今天的事物已不是过去的事物了 所以说事物是禁止的而不是运动变化的 认为事物是运动而非禁止的 依据是过去的事物没有来到现今 而认为事物是禁止而非运动的 依据的则是现在的事物没有回到过去 同一种现象 而所得到的看法却不一定相同 疑惑者认情逆性而主色 开悟者则认自顺悟而通达 深造大师认为 人们在常识中迷惑已经很久了 眼睛看着真相却不能够觉悟 既然知道过去的事物没有来到现今 却又说现今的事物可以回到过去 过去的事物既然不能来到现今 现今的事物又怎能回到过去呢 在深造看来既然习物不至今 今物也不至习 事物既不来也不往 那么各认注于一事 故物不迁之礼明矣 意思是说 深造就论证 他说 今物自在今 不从习以至今 寻找过去的事物应该在过去了 在过去它未尝没有 寻找过去的事物在现今 现今却不会有 现今未尝有 说明了过去事物并没有来到现在 过去的事物在过去未尝没有 所以知道过去的事物并没有离开过去 反过来说 现今的事物也不会回到过去 因此说 过去的事物既在过去 没有从现今回到过去 现今的事物既在现今 不是从过去来到现今的 换句话说 过去的事物仅存在 并且也只能存在于过去的时间里 所以我们也只能从过去的时间里 去寻找过去的事物 今物亦然 从前的事物仍在从前 所以从前的事物不去 现在无从前的事物 所以从前的事物不来 不去不来 事未不迁 深造大师指出 人们总是在现在寻找过去 因为他们认为事物是变化的 相反的 在过去中 找现在 就能知道事物是不变的 为什么呢 理由是 如果说现在的事物能到过去 过去的事物就应该包括现在的事物 过去的事物能延续到现在 现在的事物也应该有过去的事物 但实际上 今而无古 古而无今 现在的事物既不包括过去的事物 过去的事物也不包括现在的事物 可见过去的事物不会来到现在 现在也不会回到过去 所有这些论证都是为了证明 各性住于一世 即事物各自停住于其所停住的时间段 过去的事物只存在于过去 现在的事物只存在于现在 将来的事物只存在于将来 三世之间并无千变动转 这便是物不千的道理 深造大师说 有事实的物像如风一般的过往 是斗转心仪 雷电狂坐 所有这些现象只要能理解到其中的微妙本质 不管运动的再迅速都能够明白本质的不转不迁 所以说如来的功德 虽然万事流迁而长存 大道历经千万亿年也愈加的坚固 以土堆积成山 中德从激起的第一框土开始 长途八色到达终点 中德从走出的第一步开始 这都是因为工业不会朽坏的原因 正因为工业永不朽坏 不会腐朽 所以存在于过去的工业 就会存在于过去 既不会化为腐朽 也不会变动迁移 不迁的另一层道理 也就很清楚了 深造于此讲明了 写物不迁论的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要证明 如来的功流 万事不朽 工业长存 如此一来 人们亦可效法如来 雷晓得已成大功 深造还从因果关系方面 来说明不迁之志 原因和结果不同时存在 结果由原因产生 果实无因 由因生果 由因生果 随因在习而不灭 果实无因 随因不来于今 因既不灭于习 也不来于今 则事物不迁流的道理 也就清楚了 还有什么可以 疑惑于去留 犹豫于动静之间 有因有原因时 并无果 无结果 果成熟时 因即已成过去 因虽成过去 但却未泯灭 因自为因 果自为果 当为果实 因已不来 如此因 不灭不来 就是不迁的道理 虽旧因果而论 实际所说 仍然是惊喜的问题 因在习而不灭 于经言则不来 故因果不可能 同时具有 因果无惧 深造关于因果关系的论述 隐含一个证明 即用物之不迁 说明因果不灭 从而说明了 三世因果的必然存在性 以及通过众三因 明本性而修行 成佛的可能性 不真空论的探维 深造将大圣空中的 般若空解释为不真空 在深造之前 对空的解释是六加其中 深造认为 这些学说 多有所偏颇 故作不真空论 万物无生故不真 般若空观的核心就是 万物本无自信 因缘而生即无生 深造提出无生的概念 是采取中观学理论 中观的因缘生 是否定自信生的 就是从根本上 否定有一个派生的本体存在 因此可以说 因缘生就是无生 正如中论所说 若果从缘生 是缘无自信 以中观的思想 直念有益实体或自信的存在 是一切戏论的根源 所以说生即无生 无生即生 万物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不依不易 不来不去 是如来真实意 深造大师在不真空论的开始 提出了无生这一概念 就是反对传统以来 中国哲学本源 实体生成论的思维模式 将自己与当时流行的 六加七中区别开来 可谓是切众 肯续 万物不易 故不争 就是身螺万象 千差万别 并非事物本身所固有 由于事物本身都是无自信的 信空的 事物在表面上 虽千差万别 但事物之间在本质上 没有区别 既然万物无所谓差别 这样就可以知 事物的表象并不是真相 事物的存在是不真实的 不真即空 深造大师认为 事物的差别 不过是人们强加上去的 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 现象世界是虚幻的 因而事物的存在 都是不真实的 是空的 万物 明时无当 故不真 就是物没有和明相当的内容 明自然没有反映物之实的功能 明和实 互不相当 既然明不符实 则所谓的万物 只不过是假明 世界上哪有所谓 真实的事物存在呢 人们不能由于物的假明 而认为诸法设相为真 万物非真 假号久矣 深造大师的这种看法 对于魏晋玄学 对明相之注重 无疑是一种批判 万物置须故不真 深造大师认为 射的本质就是空 射和空 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并不是射灭之后才现空 空不在射外 并不是把射分割之后才有空 而是要直接就万物置身 看出它的本性空无 因此有和无 空和射的关系就是 相及不二的关系 如果把有说成实有 把无说成实无 无和有的关系 就变成了相互排斥的关系 而不是即有即无的关系 在深造大师看来 不真空的空 就是指万物置须 它的形象就是 浅为幽影 此形象非一般人的见解 所能撤之 只有以般若甚至 才能认识到万物本空 故深造与自虚 来说明诸法空向的不真空意 万物缘起故不真 依照深造大师的观点来看 一个事物是否真实 就在于它是否具有 独立性永恒性 凡是独立永恒的存在的事物 就是真实的 否则就是虚假的 要判断一个事物 是否具有独立性和永恒性 那就看它是否依赖于因缘 凡是依赖于因缘才能生起的事物 就不是独立永恒的 凡是不随因缘的聚合离散 而生灭变化的事物 就是独立永恒的 既然佛教的经论里 已经充分说明 万物依赖于因缘 那就是逐渐万物不能独立 永恒的存在 只是假有 所以不真即空 深造大师是深入人心的高深 深造大师出身寒家 却能浅心苦学 及辱道思想及龙树中观学的精髓于一身 其诗就是 旧摩罗时大师 占其为汉地解空第一 应顺导师称其思想 窃进了龙树学的正义 太虚大师则圣赞其所著造论 礼瓜了中印 持锥庄老 研究佛学不可不读 亦研究国学者所不可不读也 深造大师虽指在是三十一载 如流星般的陨落 其著作却如 好日赫赫 照耀千古 对中国佛教化的影响 深造大师 于佛学理论的出现标志着 佛教中国化过程 第一阶段的结束 和第二阶段的开始 具有成上旗下的重要意义 深造大师批判 吸收了玄学的精华 并对佛教六加七中的学说 进行了辩驳 彰显了大圣佛教 般若中观的思想 理论上的突破 恢复了佛教 般若空性的本来面目 为中国知识分子正确理解 大圣空中思想 扫清了障碍 简而言之 深造继承和发展了 玄学的本体论哲学 通过融合了玄学 入佛学的方式 将玄学的思想 提升到佛教本体论的高度 从而让佛教思想 为知识分子普遍接受 深造大师的佛学理论 是佛教中国化 过程中的关键一环 深造大师所处的时代 正是佛教经典 被大量系统的意界到中国 国论对佛教认识水准 逐步提高的时代 深造大师继承了 大圣波罗学 缘起信空的基本理论 他的涅槃观念 也以缘起信空理论为基础 深造大师对于 涅槃的思想 与前人的最大不同在于 他特别强调了 虐槃无名的意思 强调了有与涅槃 无与涅槃的本质相同 还强调了 不用刻意避开 世间也能正到 虐槃的道理 从而做到了 世间出世间的 圆融不二 就是不离世间 而正虐槃 就是不用刻意避开烦恼 也可以正到涅槃 不用刻意出离魔界 也可以进入佛界 根本道理在 不执着于烦恼或魔界 看破一切 放下一切 自然能进入 虚净寻傲的悟道境界 关于深造大师 他对于万事万物的有无 他是用准确的说明 无论如何 都离不开色 深香味触法六境 六境以内的范围 并不是虐槃的境遇 虐槃是假戒六境的范围 又不在其中的道法 因此深造大师主张 圣人必须超越 语言明相的束缚 以得意妄言的妙物方式 方能体正 勿我明依的虐槃圣境 这正是深造大师所唱说的 虐槃无明论 对后世汉传佛教各中的影响 对三论中的影响 三论中的主要思想是 阐述了般若思想 深造大师提出 不有不无 无知而知 极动极静的佛学思想 三论中主张 真属二地 皆是原教 对空所有 对有说空 空有皆是相对的假明 对禅中的影响 禅中有 随处作主 立处皆真 无念为终 不二法门 佛法不离世间 也深受到深造思想的影响 对华言中的影响 社空不二的思想 与深造所提倡的般若中观论 如出一策 对天台中的影响 三地圆容 以通过圆容空 假中三地解释一切现象 把握真如天台中诸多的教育 多少都受到了深造思想的影响 深造大师 他的论述别于悬坛之处 不仅又于他的本身的高度 亦在于大师自身的修正 他的修正就是源自 纠摩罗什大师的禅修清传 而提灭命 置于到字内的所正 所以诚然可信 学修佛法 照于般若的会见 忠于菩提的虐盘 而证悟菩提的虐盘 舍般若会见 这无有是处 我们深深的感动 深造大师 这个深造大师解控第一 因为让众生开法眼 而且让佛法的光大于人类 也让众生可以趋向智慧的解脱 所以世人就称 深造大师 会佛法般若于好理无差 立般若正见于佛法大下 深造大师是独占凹头 产佛法大指与透彻无谬 超越老庄玄学而脱胎范骨 深造大师是屈指为首 将佛法澄清展现 插亮十人的眼目 无怪乎在《三论》 极章大师与百论述中就说 若照公明照 可谓玄宗之实也 效法菩萨道之力行实践 历代的高深风范智慧与悲心之视线 就大圣精神以大怨与大恨为佛教 也为众生之菩萨道的实践 此即诸佛菩萨之本怀 菩萨若能随顺众生 则为随顺供养诸佛 若与众生尊重尘世 则为尊重尘世如来 若为众生生欢喜者 则令一切如来欢喜 参着历代的高深与主师之会见与体悟 高深的生平传承及主要思想 以及对后世之贡献 深觉佛法是启发众生思维 诸法实相 生起大慈悲心的自然 我们可以肯定 为众生便是为佛教 一定要为众生 归尽三宝 听闻正法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众生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尽四愿断 法门无量四愿学 佛道无上四愿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